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超级多的粉丝问我新手养花作为景观这个图怎么用 那么咱们今天就说一说 这个呢是赤玉图 这个是鹿爪图 这个是青石 这个是泥碳图 这个是干的水苔 那么有了这些呢你基本上养花作为景观足够用 那么咱们来先说赤玉图 赤玉图是由火山灰堆积而成的一种 是颗粒状 无菌的 固定根系的能力很强 并且透气性极好 那么这个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你作为景观 或者你 种花 花盆不是很大的时候 用赤玉图 这个呢是鹿爪图 它是由下层火山土形成的一种土 特性跟赤玉图差不多 但是质量更轻 酸性更强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亮 我一般会用它来做景深 然后是青石 青石呢是火山碎屑物形成的 质地非常轻 并且气孔基本上能占到70%左右 而且硬度也相当好 接着是泥碳 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泥碳藓 和有机物质 并且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一般常见的 就是相对高档的植物 都会用泥碳土来种 我呢如果种比较大的花 都会用泥碳 最后是水苔 水苔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苔藓 它属于泥碳藓科的 可以用来单独种植物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 有蝴蝶兰呀 捕蝇草啊 都是纯水苔来种的 好那么这几种土呢 咱们大家都了解了 接下来呢 我用这么一个玻璃瓶子 给大家实际操作这些土 该怎么去用 首先呢 最底部是用青石 这个是什么用呢 就是它放在最底层 是用来储水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浇水有多余的水 它会存到这个青石层 接着呢就是把这个水苔铺上 铺之前稍微的打湿一点 就铺在青石层的上面 然后把这个盖住 那么它可以保证你上层的土 和青石不会混在一起 接着呢就是赤鱼土 就是种植土层 这个种植土层呢 就是植物根系呆的地方 由于中间有一层水苔呢 那么它不会和下面的青石混在一起 来咱们浇水看一下 你看这个结构呢 你就浇水 有多余的水呢 它会留在下面的青石层 并且储存在里面 青石呢 刚才咱们说了 它有70%左右的气孔 所以说如果它下面储存的有水的话 它水气是会往上走的 就是说如果它下面存的有水 那么它上面的水苔就是湿润的 如果水苔是湿润的 那么上面的赤鱼土也会保证湿润 因为你多余的水是在下面的青石层 所以你上面种植土层的植物根系 是不会被水泡的 并且呢这么做 也可以保证植物的湿度 既然做到这个步骤了 那么我们索性就 铺上两块苔藓 先放一个小石头 整理一下土面 铺上两块苔藓 然后给大家说这个 鹿爪土要怎么用 这个就是咱们家剪装的白发剪 因为包装简单嘛 所以它会有些土翻上去 大家收到以后呢 用小刷子刷一刷就可以了 铺之前我们把下面剪的稍微薄一些 好 咱们给石头上面铺一块 铺上以后呢 用手轻轻的压一下 然后下面也铺一块 也是轻轻的压一下 那么现在来看呢 整体的颜色是比较暗的 就缺乏一些生气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鹿爪筒 把这个苔藓没有铺的地方给它填上 就会起到一个高光 和景深的效果 用水打湿以后呢 是这个颜色 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活泼一点 后面呢 也来铺一点 鹿爪土呢 其实可以搭配赤鱼土 然后由于它的颜色呢 你就可以把它 当成是一条小鹿的感觉 那有人要说了 我能不能反过来 就是用鹿爪土来种 用赤鱼土来铺 当然可以 没问题 好那么赤鱼土 鹿爪土 青石和水苔 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用了吧 最后咱们来单独说一下 泥炭 泥炭土呢 如果种之前太干的话 我们就要先用水拌一下 基本上这个湿度就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用手抓完以后 你看 还是很干净的 这个状态种是最好的 那么有人说了 我想让泥炭土的透气性好一些 那么简单呀 就加颗粒都行 什么颗粒都可以 赤鱼土呀 鹿爪土呀 青石呀 珍珠盐呀 都可以 甚至于你路边捡一些碎石头 都可以 掺完以后 咱们给它抓一抓 那么有人又说 这比例怎么配呢 我建议是80%的泥炭 加上20%的颗粒 会比较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常见的大部分植物 都可以用来种 并且呢 这样配的话 成本要比 纯赤鱼土低很多 那么有人说 我用赤鱼土来种花 我掺泥炭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对半掺也可以 或者是你三期掺也可以 都没问题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